离世17年,梅艳芳的传奇是不可复制的,只是云云众生,没有一个人的传奇,不必经历千难万险。 已故香港巨星梅艳芳的母亲,秦美金已经100岁,近日,有消息指秦美金紧急住院,这次她是患有严重的胃病,果然人上了年纪,身体机能也开始变差。 那,港媒致电秦美金问候,她在电话里说,少少胃痛,住了两天院,被问到病情是否严重。 梅妈表示,胃抽筋,以前都试过,医生说休息两日,要吃胃药,你们有心了,被问到是否有胃痛多年。 秦美金说,胃抽筋时不时都会有,这次很严重,要打针来松弛,痛得好辛苦才来住院。 要是一点,疼痛我也不会来,现在好了,不过只能吃煮烂的食物。 秦美金虽然为抽筋住院,但仍中气十足,她说自己身体没有其他不适,老人患病,原本是挺令人心疼的事。 但梅妈的情况,很多网友则表示不屑,有网友吐槽,她还没死,她才舍不得死,因为还没有花完孝顺女儿的钱。 不过,也有一些网友觉得,秦美金虽然霸道一些,但也算惨,三个子女都患癌死了,死剩一个最没出息的,愿她不会再痛,身体无恙。 众所周知,秦美金一生育有两儿两女,但两个女儿梅艳芳,梅艾芳都因患有子宫癌,分别于2000年,2003年病逝,2015年,二儿子梅德明也患喉癌逝世。 目前仅剩一个不务正业的大儿子梅启明。 秦美金和梅启明在梅艳芳离世后,想方设法要拿到女儿的遗产,但梅艳芳的遗产并不是全部留给自己的亲人,还留给了一些给好朋友。 另外,梅艳芳也没有一次性把遗产赠予家人,她害怕妈妈好赌,就找到信托机构,每月给秦美金几万块,但秦美金不甘心,总想尽快拿到女儿的遗产,数次为了征产走上法庭。 早些年,秦美金和儿子还经常贴大字报举横幅在香港的街头向市民诉苦,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声泪俱下,她为了套现还数次拍卖女儿的遗物。 但是从去年起,梅妈的身体情况开始出现问题。 去年三月,秦美金因心脏问题做手术,在医院住了整个月,晚上睡觉用暖水带暖脚,又把双脚烫出了水泡。 因为疫情原因,她坦言,看医生时,怕多细菌,不敢坐出租车。 去年十二月,梅艳芳离世十七周年,梅启明拜金妹妹十梅妈也没有现身。 秦美金的后半生,一直在为争夺遗产而奔波,如今身体变差,相信接下来对女儿的遗产争夺也会变得有心无力。 不过,如果梅艳芳在天有灵,相信她还是会希望母亲身体健康。 至于秦美金的种种过往,换位思考,她的三个子女相继离世,仅剩一个梅启明。 秦美金自然也会想方设法为这个儿子铺好后路。 秦美金因骨子里重男轻女的观念,早早将梅艳芳推向社会。 在梅艳芳短暂且绚烂的四十年生命里,自然少不了梅母秦美金的参与。 这位年事已高的女人,在女儿离世后,依然凭着争夺遗产仪式占据头版头条。 秦美金甚至发出早知女儿把遗产留给外人,当初就该狠心卖了她的狠话。 虽是气话,但其实,秦美金曾经的确有过这样的想法。 秦美金并非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1923年,她出生在广州的一个贫困之家。 七岁时,秦美金的父亲就去世了。 由于家贫,秦家没钱给秦妇办葬礼。 秦美金因此被卖给后来的养父母。 然而,在新家的日子也不好过。 秦美金常被养父母打骂。 后来因为战乱,秦美金和养父母也走散了。 之后的日子里,被一家寺庙收养的她,也总算安定了一段时间。 姑娘长大了,总要嫁人的。 何况秦美金从小就生活得不安定。 结婚对她来说,是最好的归属。 遇到梅艳芳的父亲,让从小不被疼爱的秦美金有了一个家。 然而,前后生下三个孩子的秦美金, 依然没能得到梅家人的认可。 中国人一向讲究门当户对视的婚姻, 出生贫寒且没有娘家人的秦美金, 自然也难以飞上枝头当凤凰。 不用说,梅艳芳父亲的家境, 比秦美金也好不了多少。 没有好家事, 成家后的也只能靠自己。 毕竟,那时的秦美金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可能是听说香港机会多, 急于挣钱的秦美金。 在四十岁之时, 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 而那时, 她和丈夫也失去了联系, 不知丈夫是死是活的她, 只得硬着头皮撑起这个家, 就在秦美金陷入万般艰难之时, 发生了一件令她更加头疼的事。 她,又怀孕了, 疲于奔波的秦美金, 压根没觉察到, 自己已经是个有孕在身的人。 作为一个独自带着三个孩子, 在香港又无亲无故的高龄产妇, 秦美金当年的处境, 可说是举步为奸, 出到香港时, 秦美金连租一间房的钱都没有, 无奈之下, 她只好先租下一个床位, 一张小小的床, 又怎么睡得下四个人呢? 秦美金是这样安排的, 两个孩子睡床头, 另一个孩子睡床尾, 她自己则搬了两张椅子拼起来, 将床板搭在椅子上, 这样才勉强有了栖息之地。 后来, 秦美金靠着过往学到的一些医术, 在香港租了监房, 开启了医馆, 由于没有专业执照, 得不到病人的信任, 她只好让病人先治病, 好了再收钱。 这样的经营模式, 导致秦美金的收入极不稳定, 一家人的生活, 也是有了上顿没下顿, 人到穷途末路时, 良知兴许是不值一提的, 为了生存, 人性的恶往往在这个时候, 悄无声息地生长起来, 拮据至此, 秦美金也动过歪心思, 她想着, 干脆把即将出生的这个孩子 卖给人贩子, 这样一来, 经济负担就少了许多, 有了这样的念头过后, 秦美金自己都感到吃惊, 好在秦美金不是一个丧失良知的人, 毕竟她是个女人, 也成了母亲, 十月怀她的骨, 只有自己清楚, 怎么舍得将她丢弃, 不久后, 她的第四个孩子降生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曾经想要卖掉的这个孩子, 日后成了叱咤歌坛的大姐级人物, 没错, 这个孩子就是梅艳芳, 如此艰难的情形下, 仍然没有放弃的小女儿, 离世前, 却将价值不菲的房产赠予外人, 也是让秦美金难以接受的事实, 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 是会代代相传的, 即便秦美金留下了梅艳芳, 但从她的自身经历来看, 她的不幸也将家住在女儿身上, 后来发生的事, 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家境多贫寒, 秦美金都会把念书的机会留给两个儿子, 梅艳芳四岁时, 就与姐姐梅艾芳四处登台演出, 以此改善经济上的困境, 不仅如此, 姐妹两唱歌赚的钱, 也都如数上脚, 直到后来, 梅艳芳成了红得发紫的歌星, 才渐渐有了自己的财务支配权, 人这一生, 只需遭遇两种近况, 便可看清一个人, 那就是落魄和富足, 落魄时, 留在身边的人, 就算什么也不说, 也是最值得你真实的人, 富足时, 不断向你索取的人, 就算再亲近, 也是你应该远离的人, 成了歌坛重量级人物的梅艳芳, 依旧大大咧咧地生活着, 她没有大明星的架子, 更没有因此而忘本, 相反, 秦美金和她的两个儿子, 却膨胀了, 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后, 他们依旧不断向她索取, 没了生活负担的秦美金, 迷上了赌博, 有道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秦美金的儿子, 也得到她的真传, 开始了赌的生活, 被填补欠下的赌债, 秦美金甚至伙同儿子一道, 骗取梅艳芳的钱, 也许, 太容易得到的都不懂得珍惜, 有了能挣钱的女儿, 秦美金和她的儿子们, 从没体谅过梅艳芳的不义, 除了找她要钱, 她们之间似乎不再有别的交集, 甚至梅艳芳患上癌症后, 作为母亲的秦美金都无从察觉, 而作为梅艳芳遗产继承人中, 唯一一个外人的刘培基, 却陪她走过一路风雨, 也难怪梅艳芳在得知自己不久于世后, 还不忘将巨额遗产分一份给她, 2003年12月30日凌晨, 随着一代割后梅艳芳的人生羡慕, 秦美金挥霍无度的生活也将终结, 因了解秦美金花钱无节制, 又担心她年事高益受骗, 梅艳芳特意将留给母亲的遗产, 交予信托基金管理, 秦美金每月可从中领取7万港元的生活费, 此外, 她还将170万的教育经费赠予哥哥和姐姐的儿女, 供他们读书至大学毕业, 而她赠予刘培基的两处物业, 在其去世后, 却激起母亲和两个哥哥的愤怒, 此后十年里, 秦美金和她的两个儿子都想试图争回本该属于他们的这份遗产, 秦美金甚至不惜在公共场合爆粗口, 发脾气, 将保温瓶盖和脱下的鞋扔向对方律师, 只是, 事实已定, 任凭秦美金如何撒泼打滚卖惨, 也无法撼动法律, 如今97岁秦美金的身体也大不如前, 尽管不管不顾地吸着女儿的血, 她依然成了梅家目前最长命的人, 秦美金曾因不忍将梅艳芳卖给人贩子, 让其有了一个贫穷却安稳的家, 如今, 熬死了两女义子还大闹公堂的秦美金, 并踏前去无意而伴你守护左右, 当夜幕降临时, 回首往事的她, 不知做何感想。